来看到113年光复乡语文竞赛 今天在乡公所盛大登场 无论是语文朗读、情境式演说 还是字阴字形等语文竞赛项目 各校的代表要争取乡代表的资格 出征限赛 那么竞争是相当激烈 静态的字阴字形、写字、作文等项目之外 被受大众关注的国客、闽南 以及原名族语的朗读演说 还有近两年来新增的情境式演说 各校精锐进出竞争激烈 这是光复乡113年语文竞赛现场 我们在乡公所盛工 光复乡一年一度的语文竞赛 今天上午在乡公所大楼上大登场 乡长林清水表示 除了鼓励各级学校以及民众能加强语文教育 提高研究学习兴趣 另外也借此弘扬族群语文文化产生良好的学习风气 同时选拔光复乡代表参加113年度花连县语文竞赛 经过一个上午的时间 各项群文竞赛项目成绩结果出炉 乡公所也接续办理颁奖典礼 乡长林清水亲自颁奖表扬成绩优异的学习 也勉励每位学生 胜不交败不奶 持续学习进步才能超越自己更上一层楼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